接下来所收看的是夜光明讲座 现在从使徒行转十三章的画面 我要整理出几个原则 我要强调的是我所谓的不现实的敬拜 也就是说来到神面前自由的敬拜他 不限定时间 这不是祷告会 祷告会是七点半开始九点半结束 然后大家各自回家 也不在乎神在哪里 他成就了什么 但我主张要用敬拜的心 来到神的面前等候他 定睛仰望神 不要为其他事分心比方食物 在神面前专心等候 直到听见他的声音 有一次我到一间教会 他们的时钟就挂在讲台对面的墙上 时钟挂在那里很合适 那位牧师说 这时钟会告诉大家 寻求主的时间到了 他引用的经文是 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 等他临到 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 时间长短 不是受时钟约束 而是受神主权的掌控 请翻到诗篇九十五篇 敬拜主领的同工 应该会很喜欢这个诗篇 因为他是很好的典范 教导怎样听神的声音 怎样来到神面前聆听他的声音 我要读前面七节 来啊 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 向拯救我们的牌石欢呼 有几个人真的照着去做 欢呼 这段经文大多数人都读过几十遍了 但都没有真正出声欢呼 有人说 我们若大声欢呼 别人会当我们是疯子 如果是这样 那我宁可当疯子 来啊 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 向拯救我们的牌石欢呼 我们要来感谢他 用诗歌向他欢呼 借着感谢赞美欢呼 可以让我们来到神面前 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要怎么做呢 要称谢进入他的门 赞美进入他的院 若不借着感谢赞美 就不能来到神面前 你只能向那十个长大麻疯的远远的哀哭 求主帮助 如果你想亲近神 你得开口感谢赞美才行 路加福音那十个长大麻疯的很有意思 他们呼求主 主也回应他们 他们照主吩咐去做果然痊愈了 但只有一个回过头来感谢神 他是唯一得救的一个 英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 十个长大麻疯得医治 只有一个人得救 只有一个人直接亲近耶稣 怎么亲近 借着献上感谢 没错 这就是人亲近神的方法 几年前 我这样教导的时候 有一位敬前的年长弟兄 我说 若不借着感谢与赞美 我们没有权利来到神面前 这是神指定的方式 会后这位弟兄来找我 他年纪跟我差不多 他信主至少五十年了 他说 我到现在才明白 唯有借着感谢 喊赞美 才能亲近神 他是一位很可爱的弟兄 好 我们往下看三四节 这里解释 为什么要感谢赞美 引耶和华为大神 为大王 超乎万神之上 地的深处在他手中 山的高峰也属他 海洋属他是他造的 汉地也是他手造成的 我的结论是 我们应该感谢神的良善 赞美神的伟大 但是 珍宝他的圣洁 另一篇 十篇说 因耶和华为大 当受极大赞美 赞美是在回应神的伟大 所以 借着感谢与赞美 喜乐欢呼歌唱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接着心情马上转变 请看下一节 来啊 我们要屈身敬拜 这不是感谢 也不是赞美 这里不一样 圣经每一个翻译成 敬拜的字 都是在描写身体的姿态 低头 弯腰 或是 像这里所说的 屈身 下跪 或服服在神面前 敬拜强调的是姿态 而不是口里的表达 赞美强调口里的表达 敬拜则强调姿态 赞美带领我们进入敬拜 前一阵子 师母对我说 现在许多主领司会的人 分不清赞美和敬拜 我们赞美感谢 进入神美好的同在之后 接着要敬拜神 领会却用活泼的歌曲 带着大家又唱又跳 这样是很不合适的 进入敬拜的时刻 应该要与神亲近 好 继续看六七节 来啊 我们要屈身敬拜 在在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 因为他是我们的神 怎样承认他是我们的神呢 怎样承认他是神呢 什么东西只有神配得呢 什么呢 敬拜没错 我们要敬拜他 就是在宣告他是我们的神 我要警告各位 你所拜的对象都会变成你的神 你拜金钱 金钱就变成你的神 你拜杜富 杜富就变成你的神 保罗就说 有人侍奉杜富 像在拜神一样 接着请看第七节 因为他是我们的神 我们是他草场的羊 是他手下的民 这里很奇怪 这段经文到这里已经结束了 接着冒出新的段落 各位有没有注意 这不是巧合 接着说什么呢 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 什么时候会听到神的声音 就是在敬拜神之后 每次要说预言 说方言 翻方言 我都不会全盘照收 我总会拉起属灵天线 查验那是不是出于神 出于圣灵的高摩 是不是马上要说 不过一般来说 要是在敬拜一段时间之后 出现的那大半是来自于神 敬拜是我们的保障 我很感谢神 师母是个敬拜的人 他也蛮会唱诗的 我不太会唱诗 五音不全的 所以我都得仰仗别人 不晓得在座会唱诗的人 知不知道 有些人会需要你们的歌声 所以唱大声一点 基本上我和师母 每天早晚都会到神面前 不过也不是墨守成规 我们有许多次听见神的声音 听见神的鼓励 引导警告 其中有九成都是在敬拜的时候听见的 而且如果只给神半小时 通常就听不到他的声音 神的显现是不容许时间限制的 并不是说神需要多一点时间 而是他不会允许我们现实 他有至高的主权 若你准备视力在他面前一整天 他或许会很快就对你说话 但如果你说神 我只能给你三十五分钟 神会不会说话就很难讲了 使徒行传十三章是个典范 他们敬拜神 禁食 把日常琐碎事摆在一旁 全心全意敬拜神 他们显然没有设定时间 他们没有安排任何流程 也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 突然神就说话了 其实使徒行传十三章 应该算是新约最关键的一章 因为宣教工作就是从这个关键点展开的 此外敬拜主和禁食的服饰 也是从这里开始 那是一个典范 但他的本质 就是遵耶稣为首 由他来主导来起头 接着我们要来看保罗的第二次宣教之旅 从这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耶稣怎样透过圣灵做头 使徒行传十六章 保罗和希拉一起动身 同行的还有他们所征召的同工提摩泰 这里有一点很有意思 你们用手压着使徒行传十六章 然后暂时翻到铁撒罗尼加前书这边 铁撒罗尼加前书一章一节 这封信是三个人写的 保罗、希拉、提摩泰 这位希拉就是使徒行传的希拉 所以这三个人 保罗、希拉、提摩泰 联手写这封信 给铁撒罗尼加教会 二章六节这里说 我们做基督的使徒 虽然可以叫人尊重 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 他们的身份是什么 使徒 谁是使徒 保罗、希拉、提摩泰 他们为什么能做使徒 因为圣灵 拆派他们出去执行一项特别的工作 回到使徒行传十六章 故事继续 请看第六节 这里的人称一下子我们 一下子他们 作者陆家和他们同行的时候 就讲我们 没有跟他们同行的时候 就变成他们 当时一行人来到小雅西亚 第六节 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雅西亚讲道 他们就经过福利加 加拉太一带地方 这句话实在叫人吃惊不是吗 耶稣借着这位 启示圣经的圣灵 吩咐他的门徒 往普天下向万国万民传福音 但同一位圣灵却禁止他们去雅西亚 这样的指示谁听得进去呢 有些人会抱怨神没有回应祷告 我说你要知道有时候神的答案就是不 他已经回应说不 是你自己听不进去 往下看 第七节 到了美西亚的边界 他们想要往壁推尼去 耶稣的灵却不许 想象一下那个画面 他们朝西北方经过小雅西亚 途中想左转进入亚洲 但圣灵禁止他们 于是他们就往右想到壁推尼 圣灵还是不准 所以他们没有选择余地 只得继续朝西北方走 最后来到了特罗亚 你想这些人不会很困惑吗 我们看在特罗亚发生什么事 第九节 在夜间有一项陷于保罗 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 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 这下他们终于明白了 保罗既看见这异象 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 以为神照我们传福音 给那里的人听 对不起 保罗是一个真正的领导者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看见异象 但圣经没有说他以为 而是说我们以为 他把异象传递给同工 这就是领导风范 不是我决定一切 要你们来听命行事 而是我听见神的指示 然后我们一起决定 神要怎么做 经文就看到这里 但是对往后的一千九百年来说 这是初代教会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因为他们原本待在小雅西亚 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 那里有一千三百年完全信奉伊斯兰教 几乎没有基督教 几乎没有基督教的踪影 但神把他们从小雅西亚逼到哪一块大陆呢 欧洲大陆 对 这是福音第一次传到欧洲 而且是由外邦人的使徒带来的 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在黑暗时代 哪一块大陆保存了基督教呢 欧洲 哪一块大陆最早拆派宣教士出去呢 欧洲 没错 可见欧洲在神的计划当中 占有非常特别的地位 当时保罗和希拉并不知道 但圣灵知道 如果他们只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规划 一定会大错特错 结果神在那个关键时刻 把福音传到欧洲 在那里建立了基督教信仰 另一点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他们抵达菲利比的时候 撒旦很生气 当时保罗为一名被鬼父的使女祷告 他就得了释放 主人再也不能靠他行的法术诈裁 结果合成就起了大骚动 保罗和希拉被众人追打 还被官长抓到监狱里去 整件事很不合逻辑 他们无缘无故挨了打 还被关起来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撒旦生气了 因为有人侵犯他的势力范围 这段经文有许多不同的解释 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 神拆撒旦的差役来攻击他 他祷告三次 神都说不 我不帮你挪去 这段经文各家解释不同 我个人从这段经文得到的结论是 这名撒旦的差役是刻意跟着保罗走 在他所到之处兴风作浪 其他使徒都没有这样 唯独保罗不论走到哪里都会引起暴动 我猜背后一定有个撒旦差役 撒旦会这么生气 是因为势力范围遭人入侵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 神用奇妙的方式介入这件事 他用地震剧烈摇晃牢房 把牢门正开 让囚犯逃走 这是最高层级的对决 可见上帝和撒旦 对菲利比所发生的事都很感兴趣 另外还有一个重点 圣灵禁止保罗去亚洲 但使徒行传十九章记载 保罗晚年到了亚洲的重要城市与佛所 他的宣教工作在那里 得到空前的果效 这一点是不是值得深思呢 如果他早些年到那里 我猜反而会破坏神的计划 因为基础还不够稳固 前些时候神对我们夫妇说 我要带你们到一片有好土的河场 他的意思是 你们会到意想不到的地方去 结果证明真的是如此 去年我们在英国意外的到一些地方去服事 成果让我们叹为观止 如果让我们选择的话 一定是选人多的城市 然后错过那些地方 最后我要给各位一些建议 教会必须符合几个条件 才能听见元首耶稣基督的声音 要符合哪几个条件呢 我们不一起念经文了 时间有限 我给各位章节 你们回家自己看 首先 你必须承认 你需要听主的声音 我们得承认自己的需要 第二 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二节说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计 这样心意更新而变化 就能查验神的旨意 所以大原则是 要想明白神的旨意 就必须毫无保留的把自己献给神 把自己的身体当成祭物 献在他的祭坛上 第三 在马太福音六章十节 这里耶稣教导我们 应当怎样祷告 耶稣说 你们要这样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接着说什么 遵你的名为圣 代表什么 代表敬拜 我们是在敬拜 我们敬拜你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接着我们得参与神的计划 不求完成自己的计划 只求神的计划成就 神的计划是什么 神的国降临 我们没有权利 期待上帝应允祷告 除非我们全人参与神的计划 那就是在地上建立他的国 接着说 愿你的旨意成就 神 我不为自己图谋 只愿你旨意成全 这些是基本条件 接着看罗马书八章十四节说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所以我们必须与圣灵和好 圣灵不是一种神学 他是神 圣灵和圣父圣子一样是神 如果你要被圣灵引导 就必须与圣灵和好 对圣灵要有敏锐的心 圣灵不是暴君 圣灵像鸽子容易受惊吓 你可别把他吓跑了 我们还有另一张保护网 就是用圣经查验 无论你得着什么启示 或是带领 都要用圣经来查验 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也是圣灵所写下的 假如启示真的是来自圣灵 绝对会符合圣经了解吗 我很快重复一遍 承认你的需要 献上自己 参与神的计划 建立他的国度 放下自己顺服他的旨意 与圣灵和好 最后是凡事都以圣经查验 至于会有哪些拦阻呢 的确会有拦阻 首先是人的骄傲 我认为这是最大的问题 我服事生涯中 有一段时间 我相信是背离了神的旨意 以至于我遇到很多问题 事后我问自己 为什么当时跌得那么惨 我发现癥结所在 就是骄傲 我太骄傲 基本上 我认为教会之所以 会受到种种蒙蔽 最主要的因素就是骄傲 如果心里没有骄傲 就不会受到蒙蔽 所以骄傲绝对是很大的拦阻 让我们听不见神的声音 圣经称之为今生的骄傲 渴望摆脱神 好独立自主 当魔鬼试探耶稣 从圣殿跳下的时候 耶稣拒绝了 他大可以跳下去 但是他拒绝骄傲地脱离神 依靠自己展现能力 还有几个拦阻 我提出来供你们思考 习惯或传统会造成拦阻 传统其实就是集体的习惯 并不是所有的习惯或传统都不好 但是如果我们只遵循传统 就会忽略神 耶稣传道的时候 犹太人就是为了传统 而拒绝接受他的教导 另一个常见的拦阻 是惧怕 惧怕有很多种 首先是对人的惧怕 担心别人怎么说 许多基督徒很可悲 他们把人的意见 看得比神的意见更重要 其次对于未知的惧怕 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你叫我们不要安排流程 不要应教会周报 那怎么知道该做什么 跟着神的带领 顺其自然吧 接着是害怕倚靠神 这一点恐怕是最严重的 我们不喜欢依靠神行事 这里我要提醒各位一个重点 罪的本质不是作恶的欲望 而是渴望脱离神 自己做主 其实亚当沙娃最早的动机 并没有错 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 这个动机并没有错 错就错在他们想自己做主 任何时候 只要我们想脱离神 自己做主 就反而会落入罪的挟制 我再把重点讲一次 你们可以一边听 一边省察自己身上有哪些拦阻 自高 自大 今生的骄傲 第二 习惯 传统 我相信教会有很多形式是按照传统 而不是按照神的意思 一个宗教传统的行程 只需要五年的时间 我亲眼看见圣灵催生的团体 不到五年 就落入传统的束缚了 很短的时间 接着是惧怕人 惧怕未知 惧怕倚靠神 我们必须克服这些拦阻 但这样的冒险 是绝对值得的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